你剛才也特別提到 在現在的加息市況下 其實企業的業績 或者本身的營運 對大家選股 就有一個很大的啟示食狀獄 其實美股接下來就踏入這個業績期 這個星期有些銀行股 摩根大通或者高盛 都是這個星期公佈業績 Tesla下個星期的 去到月底有Apple 其實你猜譬如原材料高企等等 這些因素 在第一季會開始反映這類企業的業績嗎 應該肯定都會 好似Tesla的業績 其實都會成為市場的很大的焦點 其實它一個很明朗的走勢 其實是汽車銷售的數量 因為其實它在第一季度 都公佈了汽車的數據 再加上就是說到4月 無論是上海 就是在德國那邊的汽車廠 走到美國那邊 還有一個新的汽車廠 也都是開市開張 所以我們就是說那個銷售 正常來說都是會增加的 但是我們就是說 其實Tesla都面對了 兩個潛在的隱憂因素 第一就是說 原材料的價格高企 雖然Tesla加價都加得很猛烈的 但是加價的猛烈 可不可以彌補完原材料的升幅呢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 因為就是說Tesla現在的PE 是相當的比較高企 但是呢其實它的盈利 大概在再據上一季呢 那個淨利潤率是創了幾度的新高 或者創了汽車的 就是一種汽車廠的 是差不多一個很高的水平 它的順利率是差不多到13% 有做白汽車股的人都知道 這個順利率是一個非常之高的水平 但是如果Tesla在最新一期的業績 它保持不到這個順利率 或者是相當的順利率 跌得比較急的話 那個股價的股壓 在短期就可能有機會比較大 這個也是沒辦法 那然後還有另外 當然就是說 上海那邊的封城那個 進度究竟是幾時是完結 這個因為這個其實 如果是封得太久的 那就是直接會影響了 在中國那邊的銷售 和上海那個汽車的 所謂出廠量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每間公司 都要判斷自己特別的情況 有朋友問你 覺得它值多少錢 Tesla這個 首先我利身 私人的角度和基金的角度 都有Tesla OK 那而第二 就是 你問我是多少錢的話 其實我只可以說 美國有一些股票 我是想著來說是長期的 Tesla 我就覺得是其中一隻 很坦白的說 那當然Tesla 就要先說了我那個所謂的想法 就是說 這隻股呢 是有唯一一個理由 是被迫無奈地 是應該在一個資產分布上面 不可以拿太多的 OK 那那個風險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keyman風險 keyman風險 這個 因為有些公司 譬如說好像打個比喻 例如加特寶那樣 我很相信 這次就不會有keyman風險 那或者再用一個再極端的企業 可口可樂 更加是一定是百分 或是沒有keyman風險的 這個 因為我覺得 這個 好像可口可樂那樣 你找哪一個人去做CEO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這個 也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甚至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說出加特寶 或者可口可樂那個CEO 是勝誠名垂 這個都沒有人會說到的 這個問題是Tesla 你問他的主席是勝誠名垂 誰人都說得出的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Elon Musk 所以就變成 這間公司可以看到 他是有一個很大的keyman風險 這個 就是我們就是說 萬一大家例事 這個他有些什麼 投雲生氣的話 其實對於那個公司 那個影響是真的很大 所以就變成 就是現在唯一一個 這樣的風險 是被迫無奈地 一個是企業 前景這麼好的企業 是被迫無奈地 在一個保護自己的角度 你不可以持有太大的份額 這個OK 但是就是說 別沙斯這個項目之外 我覺得這個前景性 也都相當之高 這個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道理 這個就是說 Tesla 雖然P現在很高 這個現在差不多是 百幾二百倍 這個問題就是說 他賣的那個汽車量 其實來講 只有九十萬架 他九十萬架 已經可以做到的盈利 是去到 差不多是幾百億港幣的盈利 那我們就是說 如果新人員的汽車股 Tesla 是作為絕對性的龍頭 我再給他多五六年的時間 他的汽車量 譬如說 由九十萬架 是去到四百萬架 或者五百萬架 那個時候 那其實那個盈利到時候 去到什麼地步呢 這個 而且就是說 一家明星級的公司 教主官的公司 其實他可以衍生到 很多不同的產品 其實來可以推出的 這個 無論是和汽車有關的一些 譬如說 是自用駕駛的 FTS的軟件 那意思是 儲電的 是所謂的業務 芯片 汽車的晶片 那麼 以致就是說 甚至是以教主的名義 推一些可能表面上是不相關的 那一定都有人買 直接因為教主的身份 那其實也是很有機會的 那所以是 加了這麼多業務的前景 或者在將來奇蹺的情況之下 那我覺得 這些股票是有一定的 投資的價值 這個 是 好啊 那 Benny就可以 就是 留意一下朱sir的分析 就是 strong buy 簡直他的看法是